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7月7日 星期四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講講 我們一個親家 于品海 又被人追債了 于品海 9月14日 我們報導過 于品海隱瞞巨額虧損 結果 當時他在深圳的公司已經沒有薪水 很多員工都被迫停薪留職 香港據說的出薪也不準時 尤其是香港的01 為甚麼會報于品海呢 本身于品海也是一個傳奇人物 他一炮二紅就是靠收購明報 得到金融賞息 兇手入白人 將明報買到手之下 開始風山水起 而且 他在大陸其實也不錯的人 正式 正式關係也不錯 很多年前 收購了何貧 多維網 把他納入中共的大外宣 打算去刷大陸 其實他的生意也算是有 全開綠燈的 給他喝過 他在大陸做地產 以及做影院 主要是在這兩篇生意 都賺到錢 不過 一場 疫症 使得地產崩潰 當然地產不是因為疫症崩潰 是因為習近平崩潰 是因為他 不斷吹捧習近平崩潰 搞壞了地產 而這個影院 本身是賺大錢的生意 誰知道一場 疫症來到 即時 就令到所有軟線 全部死了 應該賺大錢的生意 突然間是沒有收入 這是令到 遇品很嚴重的 6月初 他已經被建設銀行追債三億多 現在 再被招商銀行 入品高院 說他欠了5,340萬美金 只合4億1900萬港幣的 欠款 要他還錢 同時控告作為貸款擔保人的南海控股 以及主席于品海 要求他還錢 法庭宣布作為抵押品的橙天家和 影城有限公司 所有股份 現在屬於招商銀行 由招商就打了把 這件事 真的要跟大家詳細探討一下 說之前 記得支持6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有三個呼籲的 第一就是記得按批幣 9日 過兩天就可以上線了 據說 如果到時賣到錢的話 大家可以喝一頓茶吧 我現在兩部電話都加起來 有190多個 第二個呼籲就是88 88已經做了租了 希望大家可以下去捧牆 因為 他們 都 不是那麼容易做 最近好一點 又有堂食可以做生意 第三個呼籲就是 我們現在 由於因應政治形勢的 使然 以往只是內地人需要用這個翻牆軟件 現在可能香港人也要 VPN 大家就可以 通過這個VPN 就等於變相支持我們 買回來也有用 對不對 在海外的朋友 你們可以買VPN 為甚麼 因為如果你們用這個VPN 就可以看香港的ViuTV 原來是 ViuTV 你要用VPN才可以看到 如果不用VPN 看不到 ViuTV 因為他只是 供應香港地區 所以 海外的朋友 你如果想支持 也可以買我們的 VPN系統 PIA公司的出品 就可以看 ViuTV 就等於在香港一樣 當然 在英國Facebook 上Facebook 把你的設定地方設定在香港 警察就要撿到保 誰知道 找不到人的 繼續 說回南海控股的老闆 于品海 于品海 被招商銀行入品 已經是第二次了 其實 原告是招商銀行股份入限公司 被告分別是美視 美視國有限公司 南海控股 以及于品海 日品狀就指 招行深圳分行 在2018年2月7日 跟美視國 達成貸款協議 協議是先後 在2021年11月24 以及12月20 兩度作出更新 根據協議 招行向美視國借出1億5千萬美金 置合11億7700萬港幣 而美視國作為該筆貸款的壓記人 將其擁有的橙天家和影城有限公司100%股份 作為抵押 抵押被招行 至於南海控股以及于品海 就作為這筆貸款擔保人 要確保美視國可以還錢 日品狀指 直至今年2月21日 這筆協議到期 要還錢 美視國仍然未上還全部貸款 原告在今年4月中要求被告還款 但是不得要領 日品狀 截至今年6月13日 美視國仍然欠 5,080萬美元的欠款 手續費166萬1千美元 利息94萬 所以 原告現在要求被告還款 而法庭宣佈作為抵押的橙天家和影城股份 現在屬於 招商銀行 打了把就被招商拿了 今天真的要跟大家說一下這件事 因為 他兩大賺錢的東西都是死火 大陸的 地產突然間急速倒退 他們本身 在 廣州的項目其實應該賺大錢 誰知都是失敗收場 其實他年輕的時候也算是很成功的 當時 1991年 拍著梅鐵 開始收購名報 結果金融看起他 金融選擇了 他就交了在他手上 年輕時33歲收購名報 亦當選香港報業公會的主席 亦創辦過《現代日報》 收購亞洲就行 後來在大陸搞電視 不過 電視 就叫做網絡電視 當時大陸 第一間 最後一間外資控股的媒體 好了 但是 大陸你也知道 你想搞媒體 黨不想讓你搞 到了1994年 于品海再搞傳訊電視 推出全球第一個華人24小時的中文網站 中文頻道 中天頻道 以及中文綜合頻道大地頻道 1997年 他親自主導的 鄧小平 逝世的全球同家報導 當時賺了很多錢 但是 傳訊電視就令到于品海在三年虧了一億美金 逼著把這個 傳訊電視賣給台灣的和信集團 菇啟韻 即是菇鎮虎家族 於品海搞電視就輸了錢 但是2000年起 他旗下的大地集團就開始搞電影數碼影院 另六年 於品海在大陸 1234線城市 也起了很多數碼電影 數碼影院 截至一一年底 全國大地影院有119間 影廳的數量佔了 全中國的4.93% 票房收入 全國佔了4.34% 成為大陸影院數目最多 分佈最廣的 電影播放企業 在大陸賺到一大筆錢 說回多維 於品海在2009年收購多維 多維本身總部在美國紐約 但是後來 他收購了之後 即使 將 多維變成 中共的喉舌 搬到北京 數碼莊園 自此 北京就變成 多維變成 中共的大外宣 中共的大外宣 他 今年多維 也沒有錢再搞下去 所以就在4月26日倒閉 香港01在香港也扔了很大筆錢 去搞 香港01 初期也算是有聲有息的 不過後來政治環境 他們全面 全面全面全面轉了 方針 各方面 大家都知道已經變成了一份紅色的媒體 我們也對於這個01 當然不會客氣去批評他 由於我們批評他的關係 9月14日 那一節 去年 大家是 沒辦法在網上搜尋到 香港 原因是 日本 日品 告我誹謗 所以我們在香港 大家是看不到這段影片的 只能夠在海外大家可以看得到 如果大家是香港的朋友 放回我們的VPN就可以看到這段影片了 9月14日 就說這個 於品海爆煲 於品海其實不單止是這樣的 他其實真的是紅心頑丈 一到就說要在台灣搞一個雙子城項目 結果 吹到很大 六百億台幣 結果也是不了了之 因為資金鏈斷裂 大陸那方面 你也知道這兩年 很多地產公司都是資金鏈斷裂 加上他們有雖多犯債 影院 本身應該賺大錢的企業 誰知道突然間 也算是不幸運 說真的 做生意也是一個聰明人 我們批評還批評 聰明人真的是聰明人 不過沒有辦法 始終 都敵不過 整個疫情 很多人 很多聰明人都敵不過疫情 包括波叔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